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各位觀眾 新年快樂 恭祝大家後年進步 踏入2016年 其實大家會見到 香港出現了經濟政治 兩方面都有大的動盪 myradio在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持續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營運下去 所以請大家 持續支持myradio的節目 月費計劃 立刻上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揀穿你心目中的節目 myradio和人感謝各位 過去一年的支持 祝大家後年平安快樂 在過去這一個星期 和未來這幾天 我都是由早到晚 抽時間幫6號的梁天琦拉票 有些人問我 郁敏 你自己選舉 你都沒那麼勤力 為何要幫一個 看來沒什麼勝算的候選人 去拉票呢 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的希望呢 就在我們的下一代 但是今天 我們的年青一代 包括那些90後 千禧後 甚至是80後 在這個社會裏面 不斷被邊緣化 前路茫茫 加上這個港共政權的暴躍統治 泛民主派的消極退縮 香港人的保守和怕事 聽見這些年青的朋友 提出勇武抗爭 於是就非常之害怕 各位 我想告訴大家 這班年青的朋友 他們肯犧牲自己 夠膽出來 對這個港共政權說不 採取的是以武制暴的這些手段 可能有些人是不同意 但是至少 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至少他們知道 他是為他們的未來去奮鬥 而且不怕犧牲 毓敏 今年六十幾歲 在社會裏幾十年 我們看到 我們的希望 就是在這些敢於抗爭 對極權說不 的年青人身上 我們為了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必須要站出來 將選票投給六號的梁天琦 鼓勵年青人 支持年青人 愛惜年青人 多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張逸 MyRadio 學生主場主持 張逸 我真正的身份 就是這個 中大裡面 新葬本土葬的 後任會長 星火後任會長 周雪峰 我們剛剛在星期六的晚上 宣布了我們當選 好多謝各位 前輩的支持 好多謝各位 本土派的朋友的支持 也好多謝每一位 投票給我們的同學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 都是要賴回到 梁天琦的選舉 因為我們星火 一出來選的時候 很多人都看死我們 不行 不單止是 所謂的 左膠叫我們 你們收屁啦 你們不夠資源的 不夠錢的 你們不夠人物的 你們不會贏 也有很多抹黑 選到後期 也有本土派的前輩跟我們說 其實你們這次做得很好 當是拿一下經驗 也好 今屆應該贏不了 不要灰心 不努力 下年再贏 直到開票之前 那一刻 我們都覺得自己在輸 想不到一開出來 我們竟然是贏八百幾票 我們六成對四成 我們贏成20%票 所以這個故事 背後說什麼道理呢 就是 不要替死自己 梁天琦 今天很多人 說你 沒有資源 沒有人物 不夠楊岳橋 我告訴你 不是 升火贏到 梁天琦 梁天琦 都一定贏到 說錯了 梁天琦 都一定贏到 升火贏到 梁天琦一定贏到 梁天琦不要灰心 梁天琦努力 全世界 全部竅頭六號梁天琦 大家一定要支持六號梁天琦 黎晟天琦 我不想撐到 薄手梁天琦 因為我再有 那像是 那如此 南亞 紫 созн 我不想撐到 裸手梁天琦 她突然就是 請記住,星期六晚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甜統輝,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達人在線,是大家,千萬不要看 投一下,千萬不要看,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Joe,逢星期六晚,myradio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大酒網絡界的導演Ronnie 接下來,逢星期六的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不是和我一起敗酒 Hello,大家好,我是J.I.我是Jacky,李副專 我是Iki,張愛琪,逢星期六晚,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 Hello,大家好,我是Bizness 我是Jofie,周文熙 我是Cece,周理盈 我是Rally,霍又森 我是Yona,桑耀 逢星期六晚,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 達人在線,逢星期六晚,夜晚七點半至八點半,千萬不要看 達人在線,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時間你們都不要記住 千萬不要看 大家好,我是你的魔術師Mr.Tunnie 逢星期六晚上,七點半,達人在線,千萬不要看 千萬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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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熱血時報的主持Joey巴 My Radio,逢星期六晚,七點半至八點半,達人在線 千萬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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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下載就行了 這麼沒駕駛的 那最後怎樣 報警之後 警方說證據不足就被案 其實阿翔也會跟你說 譬如你轉電話號碼 沒有的啦 如果以前是未爆紅之前 那些電話號碼其實很多人都很容易有 只不過我想報案讓別人不要再這樣傳來 避免不了這些問題 我知道你做警訊都還這樣 即是你現在收銜照這些是慣性的動作 我稍後傳兩張給他進廁所 除了銜照之外 有沒有說出入大小場合的時候 有些人跟著啊 跟著有沒有的 即是你是不是警訊之花啊 啊是啊 這樣打招呼 但最不好就是譬如在 因為我經常晚上會在夜場出現 有些兒子一過來 即是他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 很多時候都是 然後就馬上說 哎呀那是Hailey啊 搭上我的頭嗎 是呀 是呀 我還會說 什麼事啊 你們看不看到啊 我為什麼要做節目呢 我為什麼要搭別人呢 人家是搭我而已 我不夠啊 你們把人家 好 繼續 通常我都不會說她的 不過我就比較避忌 你不要嗯 我有的 絕對會 即是有些身體的接觸 我一定會避開的 你為什麼不讓人家搭呢 神經病啊 神經病啊 是不是 一會兒我突然坐地鐵 有一個人縮起來 我肩膀沒分別的 詩詩你會被人家搭呢 蛤 你會被人家搭我肩膀嗎 都有事 都有 但你不會反抗的 我知道你是 她應該不會的 她應該不會的 她不會的 她說給她 突然有人坐來搭你肩膀 可不可以和合照拍張照嗎 沒有人家搭 這樣 但都被人家搭 但都被人家搭 沒有人家搭 始終太小了 她都未可以第一時間 不然她像個女孩 我不像個女孩 我還沒幫你 不如你介紹她入境遜 她是做victor被人欺負的 她是被人家搭的 她是被人家搭的 OK 好了 講完Hailey那些 怎樣被人抽水 怎樣受到不必要的 我相信大家都預料了 不如又講一下 你爆紅了之後 那個心態 還有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工作的模式 有些什麼變動 先講一下心態 有沒有說 喂 因為會有 人是 我人是會有興奮的動作的 不是那個色情形 我講的是 你會知道突然間 譬如我出了這麼多個報導 我都試過 雖然那些是負面的東西 但是 我出了之後 我覺得突然間 為何不明白 我們這些路人甲 這麼大的字 寫著的名字 在那個報紙那裡 你是什麼誰呢 其實它都寫出來 你會開始想 是不是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不是人家都覺得 你是多人認識的 還是 你自己心態上 會不會覺得 唉 我接下來 因為你那件事還好一點 你是正面那件事想的 那你會 都是會有少少 虛榮感 虛榮感 你會 我沒有的 我真的完全不是那種 那種人 我不是的 認識我的都知道 我一定不是那種人 OK 有有沒有沒有 很奇怪 好像我撈娛樂圈 沒有戰意 為興趣 我不是沒有戰意 我會在我的工作上面 會追求更加好 但如果你說傳媒 或者其他人認不認識我 不是我可以強求得到你的東西 我不會跟別人的報章 替我做新聞 我不會 我很少開口 那我和你做新聞呢 你就會 他由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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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叫兵他 當時說 他沒有意思在拒絕你 當然 我繼續說 所以我 不是不進取 我會在我自己 能夠範圍內做好 又會盡量做好 那你打算範圍是怎樣 都是在警訊裡面的 我先介紹一下 這位阿周哥 其實就是 如果去澳門 有什麼冬瓜豆腐 可以打他去打的 他是澳門一個 欠人錢 不用還 然後又被人打 入賭場 不用被身份證 可以找阿周哥 而阿Kenny 原來是我們的市場巨子 他跟很多大品牌 有些交流 其實他都有很多這些東西 涉及到 所以 所以我才找他上來做拍檔 因為他有關照到我 就笑一點 好了 這樣就開玩笑 因為我剛才想一想 我是未講他們 你就知道我賣棺材 但是他們未知道 所以都突然間忍一忍 好了 你的心態 我也不是太追求 按照現狀 其實這些是好的 心靈就舒服一些 我們這些不是的 這頭一靜下來 又要想別的東西搞 不停地搞 看我的Facebook就知道 其實是沒有事停的 那到你了 那你的心態上 或者你的工作模式上 現在 以前衰些說 做老林 或者你撈撕影 其實真的收入有限 那現在叫做爆紅了 有些什麼以前是沒有的 現在有了呢 現在有玩笑生意 其實幾年前我也有做笑生意 做美容東西 那些的 精品 是代研還是買 自己有間店 我自己有間店 對 近年就開了playgroup 幼兒教學 是嗎 你搞幼兒教學 應該挺傻的 就是教餵小朋友 不要這樣說 令到小朋友的思維快些成熟 不是 我這樣行不行 你不停在playgroup 播回來的景色片段 我們沒有人 教小朋友跳舞 唱歌 認知 最盡可以多少歲才報名 我們現在教到12歲 就是沒有三十幾歲的 你報名 你想來是嗎 我要指定是他教的 那我沒有記者可以騷擾你 沒有 OK 那你本身是否懂得跳舞 我懂 是 請問你有什麼才能 對 因為我看到你的才能 其實我想你 我永遠都是只想新聞 和你的警信之花 做那件事 就不知道你有什麼才藝 沒有什麼才能 就是打鼓 打碟 跳舞 打鼓 哪一隻 即是那隻 可以表 其實你多才多藝 但那些東西 你不會無故在一個地方 會表演出來 純粹興趣 不是啊 你拍了幾個杯就可以敲 你不想別人去上色到你這件事嗎 那那個是我的興趣 你想不想認識 關我什麼事 我喜歡就行了 即是你不會展示出來給別人看 那些 我很少 唉 跟我完全相反 我是認識一點點 接著我要展示到自己 很能勁 很能勁 所以娛樂圈有很多種人 即是他這樣的心情也愉快一點 沒那麼強求 我是強求那隻 我還以為他會追求一個角色 即是 是有一個人會想 之前阿平哥這樣講的 那些 問他 即是劉建平 是 劉建平 那些 之前我都以為他 是不是 梁建平 是劉建平啊 劉建平的導演 是劉建平來的 OK 那梁建平 他曾經 即是剛才播放模擬 有一個很老的演員 老一輩的演員 那其實他 我最初都以為他 是很有理想的熱誠 原來不一樣 他說這份工可以做到很老都行 所以他就入了行做這件事 即是原來我們想他的心態 原來不是那個心態 但其實最近幾集 那些嘉賓都是這樣的 他也是 原來 他跟我講 他要撈警訊的原因 是因為 就是 可以那個 就算做到很老 他都仍然可以繼續做 不會 你看很多 你大台那些金草演員 都是 即是你看到他的樣子 是屬得屬面 但是你不會記得他的名字 講得出的名字 但他講得出的名字 剛巧的 是 是因為 是因為他在警訊那裏爆紅 那你警訊一向都是一班 那班穿制服那些東西 突然間會有個 年輕美女 你肯包出來 我知道,就是見你耳血不斷叫士師站街站我就知道 你站了沒有?還沒有?怎麼做? OK 他就算了 那待會下去 講完Hailey的這集我們很客氣 也不是的 因為他沒有那個火 因為我們的火去大師那裏 吊到他閃閃閃閃閃回來 你罵不罵人嗎? 你可以公開場嗎?有沒有這些? 其實我從來不掩飾這些東西 假如我遇到一些不平事,我一定會出聲 我還要講到你體無懸夫 還要講到你是體無懸夫那種 剛才他都說他沒有底線 我沒有底線,你說什麼都可以 你問我都可以 不是,我有底線 你有什麼底線? 不是,有些事情問都會難以啟齒 其實有沒有這段時間 屎民了 對,我是一流很差的 我真的因應過嘉賓而變得沒有那麼豪放 你跟上星期討論 我覺得你今天辣得很重要 是啊,不行 上星期達人,你是做回自己 但星期四上我們那裏 我覺得你已經開始辣了 今天是直接停了在那裏 你對著旁邊的這件還要性感到這樣 我怎樣衝刺 你更加要起火 你不起火,因為你不尊重我的嘉賓 嘉賓已經上來 所以我就說要請你的樣子 提醒我 大U 不,等等 首先說這件衣服 如果是女生平空A級的話 穿出來不是這樣的 那當然了 所以我更加 我們沒有懷疑過 我們覺得是好看的 是啊 所以人家已經穿過大U 就是希望你起火 我不敢亂啊,大哥 人家就是要你起火 我也不跟你爭位坐 不是啊,這鏡頭你走不走 我眼睛斜視落是氣 還要CAP圖 你明不明白 更加不敢看 人世間最痛苦是什麼 莫過於此啊 你進來已經叫我坐開 你坐這邊 真的像這個壞人一樣 逐格去CAP別人的圖 那怎麼辦啊 我一會兒給別人的新聞網 CAP圖 那樣搞啊,大哥 快點NV 不是啊 其實你不是一上來要坐那個位 本來阿仁跟我說 那個人不能讓你上來的 是嗎 真棒 你有沒有這樣 我說Candy上來 但她不能夠你咸 所以要你幫幫湯 那樣子 因為Candy一定不敢問那些問題 Candy你也沒有問過別人的事 先問一下別人的事 她就問了 這個是不是很討厭 她又說問了 那些什麼主持就問了 正正是射完給我走去的那些 沒有問的 Hailey,你現在感情生活越海 又說沒有看 即是有啦 即是有啦 不是不說 剛剛開始有拍拖 剛剛的 她的人品怎樣 家底如何 家底嗎 OK啦 人品不錯 不是不錯 對人好 這些物 說真的物是什麼 就是叫做正正常常 喂 我要一個男朋友 我當然要看別人家底 不是啦 我告訴你 有幾個可以找到一個李嘉誠 不要發網 但都要OK的 但都要叫做是 安全的 我要講一講 我自問 我也認識不少這個圈子的人 哪個圈子啊 即是她們私影啊 或者做一些model 拍一下雜誌封面 那一堆 你經常都幫襯 十個有九個都認為自己是可以混合到這些富二代 即是有名有姓 你會在雜誌結束樂版看到的 所以要改了 現在就是乘去香港的女生 我認識很多個都是 所以要認識富二代 好多 因為我有時都會跟那些有錢的 即是有名有姓的人出去喝東西 他都有名有姓他都有錢的 即是他沒有講話 即是可以跟某太子在跟我聊天 我試過是真人真事 把桌子在後面梳化 一定是五枝十枝香檳擺在前面 然後在聊天 突然間有人拍一拍我的肩膀 原來推開我 接著就放了我跟太子中間 然後跟太子說話 是沒有事 完全沒有事 不奇這些到處都有的 他一開幾枝噴火那些混蛋 然後就一群人 不知怎樣 你哪有鬼 全部都放了 太子的真愛不是在這些夜場找回來 當然不是 但他們覺得是會找到 他以為他這樣推開我去就能夠埋身 你鬥八星 阿祖現在很興奮 興奮就別人把他推開他 他很生氣 他很生氣 他借一點要攻擊他 你都不明白 即是走了沒友 不是的 其實阿祖 說真的阿祖真的是鑽石黃老五 不過我到現在都不明白 他是不是究竟有什麼癖 而令到他今時今日都是孤家寡人 那我是不屑 為何你這麼久都沒有拍拖 我不知道為何很奇怪 你相信了多久 四年多 我溝親都失敗 我不說太多 他每個星期都要去俄羅斯 幾多天 我不定的 有時一個星期 他敢死夜晚做節目 日後在俄羅斯 坐私人飛機回來 那些人 即是你告訴我 其實他溝不到女兒 首先不會把溝女兒和錢去掛勾 不是的嗎 剛才我剛欣賞你 你根本就是掛勾的 我想告訴你 我們的思想就是 錢不用賺得多 亦都不用發財 但也不是去到沒有 你們先認同 就是這樣 我現在講 他已經是比正常的 我覺得更加好的 為什麼會沒有 是不是有些癖好呢 反而我覺得他這些才是難找女朋友 很難找的 因為你要先看看我的CAT在哪裏 我的Category在哪裏 我又不可以CAT下去 我自己是一些雷聞 即是一般民眾 因為一般那些 他們就會覺得我太遠了 太遠高了 我們這些一般民眾 就會覺得你遠 但如果你把我放在 廢領事頂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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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把我CAT下去 那裏有名有姓那裏 我又未能夠那裏 其實我現在在中間浮沉沉沉 我不知道做什麼爛 高不成低不受 高不成低不受 就是我這些 這些人真是節奏 這樣都可以說到這樣 所以活該被人推開 我也是問不到他這個問題 因為我經常都想問你這個問題 我的朋友 我朋友這樣說 但我追不到女朋友 為什麼呢 原來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我看對的 如果他可以埋到我這個圈子 他是target更高 當然啦 那你就降低那件事 你不是要分層次 愛情是不能分層次的嘛 譬如 你否定 譬如 好像上兩集 上兩集我都有兩個 我剛剛才被人turn down我第三次 就是我是target一些 真是下面做事的人 就是譬如我們賭場 做Dualer 或者做Ratress 就是做這些職位那些 但他們是可以reject我的 是reject那個三個 我在這兩年裏追過三個 Ratress都是這些人 對 都是一些低下層工作的人 是三個 但他知不知你的backman 當然知道啦 他覺得你是假的 還是他們覺得 是不是因為你是東方人 找到更加 你那些不是俄羅先輩 對 他們覺得我太遠 我有跟他們談過 他們覺得根本不是同一個 沒有這件事你真是壞 沒有其他藉口 他覺得他跟我的距離差得太遠 覺得沒有可能 其實是指個樣子 人其實我覺得無無完美 他事業那麼好 偏偏揭乏了人最需要的東西 沒錯 我們這些人需要的東西有齊 偏偏缺乏了他那件事 所以很公平 還有五分鐘 我們回來 就跟Hailey賣尾尾先 Hailey 因為我們要出生 你是不是想起她的兒子 我不說她的兒子了 你有沒有報道過 你有兒子這件事 沒有 你獨家 我們就報告這件事 Hailey的男朋友是何時追來的 你成為警訊之花之後追來的 是不是 她認識我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我是警訊之花 OK 還是假裝不知道 不是真的不知道 她從來不在電視 認識了之後 她追了你多久 開始後悔了 幾個月了 幾個月了 她怎樣追你 你這麼硬正那些死人性格 我也很壞 先過來打你 有沒有被你吊咬過她 有啊 我一認識她第一天 我已經想少她 因為我是一個工作的場合 我就要介紹自己 我說大家好 我是警訊之花Hailey 她很大聲在那個地方 我又不看警訊 然後我只要警訊 我又不想太跟你說 還答什麼 這件事她是知道的 我有說給她 OK 然後時候一齊了才說出來 她是做什麼職業的 她本身是做賊的 不是 做賊式 混淨之花都挺厲害 混淨 是做運輸的 她故意用這樣的說話來引起你的主意 不是 她本身是一把口箭 是嗎 即是你就是看中她這一點 就是因為 你把口箭適合我 這樣 我個人就很奇怪 做朋友或者做情侶都好 我首先覺得是個性格格得來 反而可能你跟我擺門 唉 我經常有看你節目的那些 一定第一時間就丟到朋友圈裡 我不喜歡別人的造作 不喜歡別人的說話都嚇壞 但剛才我說經常看你的東西 所以你不是掉進去那個Cat 但我真的有看 不是一個人看 好 那我要做資料收集的 也好 我會拿這個來做今期東方那個 那個標題 那個標題就會說 Hailey自爆 仆街男朋友 世禪讀書大事做運輸 是啊 你都可以 好了 因為她在一個場合上 就這樣做 所以這樣做 你不要說 你知不知道阿成哥 其實最賺錢的生意是什麼 就是物流 我不歧視任何公眾 不是 這個就是喜歡她 別的那些 別的女生 一定會說 不方便說 這個 運輸又如何 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夠膽說 即使在街上掃地那個 我都會尊重 你能夠做 我能夠 為什麼 你要把我放在另一個位置 你會不會可以穿著制服去掃街 撿藍衣 穿著制服去掃街 我意思是 我能夠尊重 一些女生 當然可以 有些女生不是 所以你沒有了解過我的背景 我連康奸也做過 有什麼未算 你做過康奸沒有 你當然沒看過文情 你這個混蛋 在另一個人的女生 我是做過廚房的 那你自己的成果 他也做過 好了 我做了20種不同的工 都可以的 其實今集都有一些 有些事情可以說到 多 多啊 你好像沒什麼盡過力 沒有啊 你整個做的 你整個做的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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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做過 難怪你來 他思維亂了 他思維亂了 他公開不了東西 好啦 今天多謝Hailey 多謝景順之花 多謝殘花敗樓 多謝阿Joe 多謝Candy 都很開心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請到Hailey上來 還有 即是 即是 接下來 算了 都不趕著 先搞了 先 talk show那些事情 再想 OK 今集是這麼多 記住 明天 投票 是啊 明天沒有節目 記住明天投票 6號 梁天琦 拜拜 林聖先生 拜拜